有空吗 聊一聊 上官老师 不好意思 上官老师 我妈今天有点激动 没有影响到大家吧 你先别管这个了 怎么劝服你妈比较重要 我没有想到她会在这个时候发现 本来准备在实习通过之后 再告诉她的 虽然决定当律师的是你自己 但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 回去好好跟她聊一聊 把你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出来 说实话 我挺希望你留下来的 不光是我 露西对你的名价也不错 真的 你还记得 当年你是怎么努力的吗 都已经到最后一步了 我不希望你因为其他事情 而轻易放弃 丛容 我看好你 谢谢上官老师 我会努力的 嗯 丛容老师 您开车慢点 好 丛容 这位是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领导 上官益老师 这位是医院的同事 温绍青医生 那我先走了 她怎么送你回来了 一言难尽 对了 我妈有联系过你吗 没有啊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她跑到录所去那 对了 放心吧 阿姨不会有事 你们都先冷静一下 这个上官老师 和你很熟吗 也不算太熟吧 不过啊 她是我心目中的大神 我思考和职业规划 都是她手把手指导的 我进大律所实习 也是她推荐的 是吗 那她对你还不错 嗯 她看起来很严肃 但是她人挺好的 我下个月有实验考课 练练手指灵活的 虽然我知道我说的话很过分 但不至于不回家吧 这都几点了 您拨叫的号码在 电话也不接 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 我去找找 我也去 你还是在家待着吧 万一阿姨还在气头上 保不齐见面又吵了一下 好 干吗呢 不许通风报信啊 阿姨 来来来 喝口水 调调气 浆浆糊 我